这是一个12伏的电源 我们来测量一下 它的电源是12.21 电源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流气的问题了 现在呢我们把它给拆开 拆开以后我们先目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主板上面 有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 有没有发现是吧 现在呢我们再把这个电源 给它撑上去 插去之后我们测量一下 看上面的这两个绿波电容 有没有电 电容上是有零点 非常低的电 几乎就是没有 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的 然后再测量一下这个电源这个插座 看上面有没有电 也是没有的 没有电 看一下 没有电 然后我们把这个电源线的拽下来 接着再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电源线 是正常的 12.21伏正常的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插上去之后 电压反而没有了 像这种情况呢 都是这个主板上面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检查一下 看一下板子上面 有什么软件 击穿到路了 像这种情况 我们主要就先检查一下 和电源线 这儿向连接的这几个大元件 这两个电容 还有这边的贴片电容 都要测量一下 我们大概先来测量一下 看一下这个 先把文表调到 风鸣打 然后测一下这电容 看听一下 是短路的状态是吧 然后这个电容 也是短路的状态 然后这些 还有一些大的贴片电容 也测量一下 也是短路的 还有这个也是 大电容都是短路的 都是短路 并不是说这些电容都坏的 它估计是有一个坏 所以它会出现 就这种 直接会出现短路的情况 因为这些电容呢 它都是并连在这个电源上面的 有一个短路 它就会出现这个电源 没有电压 所以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 像这种总不能一个个的 挨着拆压来测试是吧 不过这个方法 是太麻烦了 我们在维修电器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用烧机大法 用这个方法呢 就能快速的找出 坏掉的原件 烧机大法呢 就是用一个 大公寓的12伏电源 我这正好有一个 5万的电源 如果大家没有这种 12伏的电源 用个9伏的也是可以的 最主要一点 就是这个电流 一定要稍微大一点 因为烧机大法 主要就是烧的是电流 然后带这个电源输出这 进一堆欧与甲 然后呢 把这个电源 接在这个电容上面 因为这个电容呢 比较容易往上面接线 其实这个 接到电源 插头上也是一样的 它们两个并练在一起的 所以说 接到哪都行 就一样 要速级接到复级 正级接到正级 加上去 加上去之后 然后就摸一下这些原件 特别是切片原件 看一下哪个原件 特别烫水发烫 经过检查以后 发现是这个小的贴贴电容 特别的烫手 我们呢 把这个电容把它拆下来 然后再测量一下 拆这个贴贴电容的时候 首先把它上下焊锡 上下焊锡就会容易掉下来 然后呢 咱们接着 开始测量一下 看还有没有短路 还是先测量这两个大电容吧 看一下不短路了 是吧 这也没有问题 看一切正常是吧 那测量一下电源 这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咱们就开始 把这个电源 给它插上去 来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 猫能不能 不是这个露器 能不能开机 好 插上去了 咱们翻过来看一下 指灯已经亮了 是吧 能正常开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